其實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情同父子這件事情 真的你看過宮廷劇就知道 真的父子一樣也是修台 連真的父子都一樣修台 一樣照樣的 父子殺得更兇 那2000年的時候確實如任俊講的 其實沒有什麼氣連保存 但是就講說在政權輪替的時候 確實他們李登輝辦臉的關鍵的角色 就是講說 那一個說是台灣之子 一個說是老船長 所以大家把它比喻成 講說這個叫情同父子 可是到了2002年就開始 剛才任俊講的這個叫做農會改革 他們兩個分岔了 那李登輝是怎樣 李登輝是站在台灣人的角度 李登輝認為講說 如果這個改成官派 那全部就派成外省人了 那可是從那個陳水扁的角度來看 我要民進黨的人進去 我就必須官派 那所以這兩個人開始就分裂了 那到了2004年 他們又勉強合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連送合了 所以他必須 就講說 所以是台聯先做這個228 就是這個牽手護台灣 很多人都以為牽手護台灣是民進黨做的 不是 其實是台聯發動的 那所以這個牽手護台灣成功以後 後來馬英九把要把那個總統大選 要提前到1月來選 就是不要弄到2月 我們現在說每次總統大選都在1月 就是怕給民進黨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關鍵 那看起來兩個已經容兵了 可是到了2005年 又兩個就是李跟扁又分開了 為什麼 關鍵就是因為兩顆子彈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就 幾乎那個內閣是沒有辦法動的 那陳水扁就講說 算了 主聯合大內閣吧 就找 所以說剛才講到的扁連會 扁連會 結果談不成 那扁連會談不成 因為連是願意 但是問題 國民黨內部很多人不願意 好 那陳水扁說 那我來扁送會 那 這個時候李登輝就憤怒了 就是講說 好 這個是他們翻臉的那個 翻臉的關鍵 這個時候 我們都記得 當時那個李登輝是講什麼 他說 贏鬼的電腦給鬼下去 對啦 對啦 就是講說 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個陳水扁也是 非常的那個 就是講說用 直接就用台語講 沒戰術 就是講沒有分寸了啦 就算我是兒子 我講你兒子 我不是你兒子 就正式翻臉了 對 所以這個話傳到 那個曾文慧女士那裡的時候 就像他們傳說講說 曾文慧還送醫 氣到送醫這樣子 就講說 因為這個翻臉翻的 實在是太良 太難看了 然後進入到2016年 那這個就是 剛才提到的 國務基要費案 兩個更是 就講說 真的就是已經 徹底撕破臉了啦 那之後就是 李扁關係就 完全沒有了 那一直到 就是講說 陳水扁出獄以後 那就這個再負荷 那剛才主持人問到 講說 為什麼這個 李扁關係會這麼激烈 可是這個 好像看起來跟 蔡英文就不會有 這個樣子 我想兩個 第一個是環境的 環境的問題 就講說因為 2000年以後 李登輝他有一個 自己有一個台聯黨 這個台聯黨叫做小綠 那這個大綠跟小綠 要合起來很難 為什麼 因為 就是講說 他們兩個合起來 還是抵不過國清 就是講說 這個當時就是 朝小野大 那台聯就扮演了一個 關鍵性的角色 變成怎麼樣 城市不足 意思就是說 台聯即使跟民進黨合作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在立法院過半數 城市不足 但是台聯如果不跟民進黨合作 就敗事有餘 那所以 因為這樣子大綠小綠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 存 那個就是 這個衝突是必然的 這是情勢 這跟那個 就是跟那個情感面 是毫無關係 那可是 到了蔡英文這個時代 就是講說 李登輝是已經 完全退出這個政壇了 那已經辦成 演一個精神導師 這樣的角色了 所以 那個 李登輝跟蔡英文之間 是不可能發生 這樣的衝突 另外一個就是 我想性格也是有關的 蔡英文 連老男男都用 對不對 老男男 他是專用老男男的 那他怎麼可能會 跟李登輝會成什麼仇人 所以 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看到就是 之前 李扁的關係 曾經是非常密切 但後來 也是為了情勢的關係 撕破臉 那還有一個就是 馬英九 1998年的時候 當時台北市長選舉 很多人都記得這個場面 李前總統 替馬英九站台的時候 把他的手舉起來 力挺他說是新台灣人 但後來還是反目成仇 這當中到底 又有什麼樣的轉折 對 我們可以看到 1998年那個時候 台北市市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非常關鍵的是什麼 是本來有人認為說 這個李前總統 會不會按住陳水扁 但是你後來看到的是 這個李前總統 在幫馬英九站台的時候 他那時候怎麼講呢 他講的就是說 這個馬英九 你是哪裡人 跟我說一下 所以馬英九 那個時候就講說 他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是新台灣人 而且那時候 刻意用台語 對 所以你那個時間 會發現就是說 兩個在那個時間 好像關係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政治上大家都要做的機格 你覺得是一場戲而已 我覺得他是一定 因為他那時候是國民黨黨主席 所以後來你也看到說在那個裡面 馬英九主打他也是超越族群 但是你會發現是什麼 你會發現到了2000年也才過兩年的時間 那個時候因為國民黨敗選 然後陳水扁選上總統 然後你也看到馬英九帶頭到現場去怎麼樣 告訴國民黨的支持群眾 說他會怎麼樣 去轉達要求李登輝辭國民黨黨主席 那這件事情 當然你想想看 你是李登輝 你當然看了 你也覺得說 這個以前提拔過的人 才過兩年的時間而已 那你就不要把我推下來 但是後來 你會看到在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當選的時候 當時李前總統 接受日本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曾經肯定過 這個馬英九說他是個正直的人 但是你知道嗎 才時隔一年的時間而已 李前總統一樣接受日本的 這個小林善妓的訪問的時候 李前總統怎麼說 他說馬英九就是個政治白痴 然後後來馬英九自己披露內容裡面 你會發現 李前總統跟馬英九最大的差異在哪邊 就是面對中國政策的差異 因為馬英九那時候就主打九二共識 然後要增加兩岸的交流 增加兩岸的往來 但是李前總統就告訴馬英九說 你要多強化 強調台灣的主體性 然後你不要一直講九二共識 你會發現在這種意識形態 面對中國的時候 一個講說我要強調台灣的主體性 一個其實心裡想的是什麼 是未來要跟中國統一 因為你知道未來統一 其實是馬英九這幾年已經反映出來論點 當時他也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你會發現兩個的根本意識形態 其實已經漸行漸遠了 然後到後來你又看到什麼 看到馬英九在執政的末期的時候 那個時候第一個經濟狀況不好 馬英九最後執政的那幾年 2014 2015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狀況是不好 第二個是當時馬英九被人家笑說 這個民意支持度只剩下9.2% 那這件事情也讓李登輝 就是李前總統認為說 一個總統做到這個程度 之前是講他政治白癡 後來李登輝對馬前總統的評價是什麼呢 李前總統就說馬英九是 這幾任總統裡面最怪的 那怪這個字其實就反映出來 這個李前總統對馬英九的評價 他意思是說你除了正直之外 你對台灣的主體性 或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想法 就是根本跟台灣這個土地的發展 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你也看到就是說 這個李登輝跟馬英九之間的關係 曾經1998年都靠在一起 2000年的時候分開 到2008年的時候看起來 這個馬英九那個時候 還去拜訪了李登輝 感覺起來好像又OK 但是過了之後你會發現 這兩個位前總統 其實最根本的分歧在哪裡 還是在於兩岸的意識形態上面 所以兩岸的意識形態 導致他們兩邊後來就是最終決裂了